2020年9月5號 菲律賓疫情中期紓困 新冠疫情波及 出租車司機謀生困難 此季菲律賓分會展開疫情 中期紓困行動 5號 6號分別在晉順市政府 及踏踏輪裡進行物資方方 紓困發放幫助及統一 及三輪車等司機 共2,249戶受益 2013年9月5號 晉思雨入飯店 北區慈濟融董聯誼會 募集5萬本點藏版晉思雨 在大台北地區 推動晉思雨入飯店 首批5號鎮宇淡水芙蓉大飯店 及芙蓉溫泉會館 240本到宜人碼頭 40本到淡金公路 那個一樣是芙蓉的飯店 趕快把事情做好 讓他們盡早有人看到晉思雨 2005年9月5號 棉蘭墜機關懷 印尼曼德拉航空 一架國內線班機 在棉蘭機場附近墜毀 造成149人罹難 印尼辭職志工 趕往事故地點和棉蘭醫院 協助救援及關懷傷患 其中一名生還者張安妮 為慈濟大學傳播系新生 然後剛好我是坐在那個窗戶的 然後我看到那個 他的翅膀就是斷掉這樣子 我才那時候才嚇到 然後我們的全部的椅子 就往前這樣子 然後我就撞到頭 住院治療四個月 棉蘭瓷的志工 時刻關懷 在吸傷口的動作 其實對他也是很痛的 然後因為在整個住院 他整個情緒也是很低落了 我們在陪伴的時候 是讓他稍微是很多人在關心他 一路上都陪伴我 不管安撫我爸媽 或是給我打氣那種 他都幾乎都每天來看我 隔年二月張安妮來台就讀 一元求學夢 我都面對奇蹟 我也希望別人有這樣的奇蹟 1986年9月5號 文恩風災關懷 文恩台風三度席台 重創中南部及澎湖地區 是台灣氣象史上第一個 由中部登陸造成嚴重災情 上人特地前往雲林縣口湖鄉 嘉義縣東石鄉關懷受災民眾 並且發放77戶問問金 其中42戶列為此季長期照顧戶